《若望默示录》第四章 这些事以后,我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, 并且有我初次听见那同我说话相似号角的声音说, 你上到这里来,我要指示给你, 这些事以后必须要发生的事。 我立刻神魂抄拔了, 看,在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, 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的, 那位坐着的,看来好似水仓玉和红玛瑙, 围绕宝座的红泥,看来好似翡翠, 宝座周围还有二十四个宝座, 宝座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, 身穿白衣,头戴金冠, 有闪电,响声和雷霆, 从那宝座发出来, 在宝座前还燃着七个火炬, 那就是天主的七神, 宝座前面有如玻璃海, 仿佛水晶, 在宝座每一面当中, 在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, 前后都满了眼睛,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, 第二个活物像牛犊, 第三个活物面貌像人, 第四个活物像飞鹰, 那四个活物各个都有六个翅膀, 周围内外都满了眼睛, 日夜不停地说, 圣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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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谋, 全能的天主, 是西在,金在, 即将来永在者, 每逢那些活物将光荣, 尊威和送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, 万世万代的永生者时, 二十四位长老, 就俯伏在坐于宝座的那位前, 朝贝那万世万代的永生者, 且把他们的荣官投在宝座前说, 上主, 我们的天主, 你是堪受光荣, 尊威和全能的,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, 万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, 祝贵来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